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瑞士吉的無神父三十八年前來到台灣 無意中接觸到足部按摩 開啟了他用雙手傳教之路 這個是他身體的中間 像我們兩個腳 這個是脊椎骨 這裡是我們的頸椎 他愛自己 自己有風飾病 關節炎 吃藥也沒有什麼用 以後就是有一個學修士 他告訴我有一個很簡單的 很有效果的健康法 就是足部健康法 可以按腳 在腳那裡可以找到所有的毛病 尤其是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我就笑他 我說這個我不相信 這是亂講話 無神父因此意外拿到一本 德灣版足部按摩書籍 他照著書上的書名為自己按摩 三個星期後 膝蓋痛進不要而喻 沒有醫學背景的他 開始教台東人如何用按摩改善病症 名聲逐漸遠過 卻也掀起不少反對聲浪 自己有很深刻的體驗 這個健康法救了我 我要藉著這個健康法救別人 跟耶穌一樣 祂也治病 教會的反對 在2003年出現了轉機 那年無神父受邀前往梵蒂岡 為前教宗若望保錄二十按摩 我就告訴他 我是在臺灣傳教 我傳教的方法就是教地按摩 可以幫助很多人 我們臺灣的大社館邀請我看您 可以不可以脫您的鞋子 以後我就拿他的腳 他的腳我穿襪子 很厚的襪子 以後我告訴他 我不需要脫襪子 我可以這樣按了 以後我就開始 我怕他沒有反應 因為他一定吃很多藥 也年紀很大 我最怕就是他沒有感覺 以後我就開始按他的大拇指 他馬上又反應了 馬上又表達出來痛了 以後我告訴他 這個是一個好消息 還是可以幫助教宗 以後我就繼續按 給他說明我做什麼 以後我按 以後我到膝蓋的地方 從右邊的膝蓋我告訴他 主教從這裡有很大的問題 他說對呀 因為我那麼大的問題 就不能走路 還有他的聲帶 他已經沒有辦法講話 還有他的頭也抬不起來 以後我告訴他 因為反應很好 我告訴他 如果按摩一個月 每天按摩一個月 還可以 聲音可以回復 頭也可以抬起來 走路是 我沒有把握 吳神父談起這段故事 依舊感動不已 他不但讓教會 可以重新認識足部按摩法 更為教宗帶來奇蹟祀的改變 那一年的聖誕節 他又有辦法 播出來他那個消息 聖誕的消息 所以已經很清楚地看出來 他進步了 有些頭也可以抬起來 很高興 對啊當然了 當然已經年紀很大 這是一個我覺得很有意義的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沒有人反對我 教會的人以前都是我的主教 都告訴我 我們不需要這個東西 儘管吳神父的傳奇故事不斷 卻始終缺乏腳底按摩的理論基礎 直到一次說明會裡 吳神父認識了具備中醫知識的正因集 才開啟了足部健康法理論的新奇蹟 但是神父告訴我一句話 這是中國人的東西 今天我把它帶回來還給你們 研究是你們的工作 那因為神父告訴我這一句話 讓我更有把握 我就把中醫所學到我所懂的這些學禮 就應用在腳底按摩上 在正因級的協助下 無神父的腳底按摩不但融合中醫學禮 陰陽五行理論 還加入運用工具按摩的清想法 改變越痛越有效的觀念 讓家家戶戶很容易學會腳底按摩 這是上帝或是天主創造我們 把一個醫生放在我們的腳底裡面 如果你認識他 你可以幫助你的健康 可是多半的人不認識他 所以他們要去買藥 這個健康法屬於每一個家庭 很自然 一家一人會 省下醫療費 傳教跟傳遞健康的無神父 行程幾乎滿檔 他要照顧八個部落的教堂 解決村民遇到的各種問題 還要督到弟子 為陸續登門的訪客足部按摩 但他還有最大的願望 就是將足部按摩推廣到世界各地 大陸的河北的釋迦川 在那邊有一個修女會 他們照顧髒費的 年紀大的 很多很多地方 他們學習了腳底按摩 他們可以幫助很多人 尤其是沒有錢的人 所以我自己認為 這個健康法要特別傳給第三 第四世界最貧窮的國家 最需要這個健康法 因為他們賣不去藥 走過爭議不斷的推廣之路 無神父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 他將繼續透過雙手 把愛傳向使人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